詞曲 李宗盛 我覺得學習宣教是一個基督徒的本分 因為這本來就是神的心意 神讓我對日本有負擔 激勵我學習如何對日本人做跨文化的福音工作 我開始學習認識宣教是當我第一次意識到 世界上居然有地方不歡迎宣教士 也不歡迎牧者到當中建立教會或者傳福音 當時我就想如果這些人不能進到教會不能聽到福音 那他們的情況會是怎麼樣呢 進入神學院之後我對聖經也就是神的話語 有更深入的認識 特別是言經及世經方面 這是我更明白神的心意是要拯救萬民 我用哪些具體的方式去學習宣教呢 其中一樣是到拆會做定期義工 於是我在他們的禱告會擔任私勤 我在禱告會裡認識更多宣教士 聽他們分享 同時也知道有哪些適合的訓練可以參加 另一個深刻的學習也是有關日本的 是運用黑人福音歌曲 就像電影《修女也瘋狂》裡面的歌 這種輕快的英文歌曲可以成為宣教的工具 所以他們不只是唱歌或是唱詩歌 也同時在學習誰是真神 救恩又是怎麼來的 這樣的救恩和我們又有什麼關係 我看的第一本宣教書集是 和義絲宣教士的自傳 我當時看到哭了出來 因為我覺得他真的是活出了基督 於是我問我自己能不能像他一樣的捨己 去把基督的愛帶給魏德之名 在學習宣教的路上 神拆毀我許多固有的價值觀 信念和做事的方法 並且建立一套新的思維 我以前總覺得自己的行事作風很正確 完全合乎家鄉香港的文化 但當我跟不同文化的人同工時 反而帶給我很多的挑戰和提醒 這就是我最大的學習